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能冲刷前列线 他立马行动起来 每天抱着水壶猛罐 不知不觉每天要喝五六升水 可是情况却不见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 企业次数更多了 白天也常常跑厕所 甚至有时觉得肚子发胀不舒服 孙大爷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只好去看医生 医生听完他的情况后 笑着说 孙大爷 喝水确实重要 但喝水的方式更重要 尤其您这个年纪 过了六十岁 喝水可要讲究 三喝二不要 在所有男性疾病当中 发病率比较高的就是前列线炎 它最主要的表现症状 是男性排尿功能异常 也正因如此 很多人觉得这只是炎症而已 平日里多喝些水就能缓解 喝水的确能够起到作用 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喝水的方式 譬如 以下这三个喝水误区 喝了也白喝 首先 我们先了解一下前列线 前列线炎对许多男性来说 无论是企业频繁 还是尿频 尿急 前列线炎的症状 总让人心烦意乱 根据临床分析 前列线功能故障 与喝水有很大关联 因此 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患者多喝水 这样就会促进尿液的形成 同时也可以稀释尿液的浓度 避免浓度过高的尿液 给前列线带来很大的负担 当然 这水也不能乱喝 也并不是说 喝得越多好的就越快 这其中有很大门道 需要特别注意 下面这三个误区 你一定要改掉 误区一 睡觉前喝水 有一部分患者听别人说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喝一杯水 对疾病恢复有好处 便会照做 但其实这种想法非常错误 原因也很简单 前列线和膀胱 这两个器官距离很近 而到了晚上睡觉时 因为尿液量的增加 膀胱也会相对应的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 便会压迫得相邻的前列线 如果前列线本身就已经有了炎症 而在这种压迫下 更容易影响到前列线的正常恢复 误区二 每天喝够八杯水 前列线的位置和生理结构 也决定了饮水对它的影响有限 前列线位于膀胱下方 尿道上端周围 并不直接参与 尿液的形成和排出 多喝水的确能增加排尿量 但并不能直接触及 或清洗前列线组织本身 这种冲刷想法 其实是将前列线 误荡成了膀胱或者肾脏 很多患者因为想缓解症状 拼命喝水 甚至一天五六升 不停跑厕所 这样的做法 不仅可能让症状更加明显 还可能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 身体反而更不舒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身边的人都在说每天喝八杯水 有利于身体健康 但其实这并没有科学依据 具体一天当中喝多少水 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要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尤其是前列线炎患者 在有炎症的情况下 应该听从医生给出的建议 适量饮水 科学饮水的精髓在于适量 分次 温水饮用 而非大量 或猛罐 老年人饮水 不应被当作治疗前列线炎的特效药 它更像是生活中的 一种健康小习惯 老年人喝水是有讲究的 盲目猛灌水只会增加身体负担 这里有一条简单的 三喝二不要黄金法则 能帮助老年人更科学 合理地喝水 三喝 指的是三个关键饮水时间 对老年人来说 正确选择饮水时间 比不停地灌水有效得多 第一个时间是晨起时 早上醒来后 经过一整夜的代谢和水分消耗 身体急需补充水分来启动发动机 在空腹状态下喝一杯200至300毫升的温水 能帮助体内各器官苏醒 同时有助于排毒 第二个饮水时间 是上午10点左右 这个时候 人已经开始活动了一段时间 身体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 消耗的水分也增加 适时补充一杯水 不仅能保持体内水分平衡 还能提高身体代谢效率 帮助排出代谢废物 第三个重要时间是下午3点 这个时间段 大部分老年人 可能已经午睡或小气了一会 身体状态相对放松 但仍需要水分维持循环 和代谢 下午的这杯水 还有助于降低夜晚的饮水需求 避免晚上因为喝水过多 而频繁起夜 至于二不要 是指两个喝水禁忌 老年人需特别注意 第一 不要空腹猛灌冷水 很多人习惯一大早就喝凉水 觉得清醒提神 甚至用冷水来冲刷肠胃 实则不然 冷水会刺激胃肠道 对那些 本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来说 容易引发胃部不适 甚至诱发胃痛 第二个禁忌 是晚上临睡前不要喝太多水 老年人普遍睡眠较浅 加上前列腺问题 不少人本来就容易夜尿频繁 如果睡前大量喝水 会直接导致夜间企业次数增加 不仅影响睡眠质量 还会让膀胱和前列腺压力更大 晚上实在觉得口干时 可以小口抿一点水 润润喉咙即可 三喝二不要 是根据老年人身体代谢特点 总结出的饮水法则 既能满足身体的日常需求 又能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这种科学 适量的饮水习惯 比单纯的狂灌水有效得多 误区三 喝排毒茶 听到所谓的排毒茶 能帮助恢复病情 患者便会很注意 甚至单纯的以为平日里 多喝这些宣传上说的 具有排毒功效的茶 就能让前列腺炎好的更快 但事实上 前列腺炎患者 根本不可以喝这一类型的茶 主要原因是 这类茶里 也许添加了其他的物质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喝了不仅起不到好的作用 反而会对前列腺造成刺激 从而严重影响疾病的恢复 既然喝水 也要掌握正确的方式 那么前列腺炎患者平日里 应该如何喝水呢 一分多次喝 在生活中前列腺炎患者 喝水一定要分多次 因为这样才可以达到加快代谢的效果 否则饮水之后 大部分的水会直接参与排泄 这样并不能改善炎症 甚至会导致身体缺乏水分 二 运动后喝水 运动之后水液代谢比较多 而这时身体正需要水分的补充 所以患者在运动之后应该多喝些水 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缓解炎症所带来的危害 三餐后喝水 每次吃完饭之后喝水 主要是为了帮助消化 原因是饭后人的循环系统受到了局限 这时候即使补充水液 可以帮助消化 还能把身体内多余的杂质排出 总的来说 前列腺炎是一种比较难治愈的疾病 甚至可以说是男性健康的一大杀手 一旦身体抵抗力下降 患上前列腺炎 就连喝水都要小心翼翼的 所以 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不能马虎 患者在喝水时 要避免上面提到的三个误区 从而帮助疾病恢复 除了喝水外 各位朋友 可以提前吃这几种食物 预防前列腺炎 这四种食物是前列腺的守护神 男性该多吃 一 番茄 男性想要保护自己的前列腺 那么在生活中就应该多吃一些 富含番茄红素食物 而西红柿和番茄当中 就含有较多的番茄红素 但是建议大家 在食用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将其煮熟 才能完全地释放 将红素释放出来 由此才能够真正达到 帮助男性增强体内 番茄红素含量的一个目的 二 豆制品 国内的豆制品含量 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黑豆 红豆 黄豆 豆腐等 这一些豆制品当中 含有的营养价值 同样能够帮助到男性 去增强前列腺的功能 因为根据研究调查报告显示 发现人体在消化 吸收转换豆制品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种植物磁激素混合物 它被称之为牛尿酚 这一个物质能够帮助男性有效的 抑制雄激素双清高筒 进而达到帮助 前列腺的一个目标和功能 三 洋葱 洋葱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食用到的一个食物 但是鲜少有人知道 洋葱除了具有天然抗癌物质之外 还能够帮助男性 去防治前列腺疾病 因为洋葱含有一种蟹皮黄素的化合物 它能够降低人体细胞变异的风险 同时洋葱当中含有的微量元素 稀释一种强抗氧化剂 不但能够帮助人们 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同时还能够增强细胞代谢的功能 四 南瓜籽众所周知 前列腺能够正常的 分泌人体所需要的激素 是需要依靠脂肪酸帮助 而南瓜籽当中 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脂肪酸 所以它对于维护前列腺的功能 同样起到帮助作用 因此建议男性 每天坚持吃一把南瓜籽 这样不但 能够改善前列腺增生的状况 同时还能够预防前列腺癌 五 蜂蜜 蜂蜜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 微量元素和各类维生素 尤其是丙氨酸 骨氨酸 氨酸 对于治疗前列腺增大 或者是由于前列腺水肿 特别的有效 因为蜂蜜当中 含有的营养物质 能够去促进前列腺组织血液循环 进而减轻水肿和肥大 同时不会对人体产生副作用 很多人认为 既然是炎症 多喝水应该有帮助 毕竟多喝水 能让身体更快排出毒素 特别是网上流传的说法 说多喝水 能冲刷前列腺 让炎症也冲走 这个说法听上去有些道理 但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 甚至这种做法可能适得其反 首先 前列腺炎的成因复杂 并不完全是炎症 那么简单 前列腺炎 大致分为细菌性和非细菌性 真正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 其实占比很少 更多的前列腺炎患者 实际上是非细菌性炎症 也就是说 并没有具体的细菌在作祟 而是因为前列腺长期处于充血 肿胀或应激状态 这时候 即使喝再多的水 也很难通过尿液的冲刷来改善 在临床上来说 前列腺是一个核桃形腺体 对于男性生育能力非常重要 常见的前列腺疾病 可分为以下几种 前列腺炎 也就是前列腺的炎症 大致可分为急性前列腺炎 和慢性前列腺炎 治病原因则是细菌 和非细菌引起的 主要症状包括尿痛 尿白 尿灼 尿贫 小腹会阴部胀痛不适 较严重时 可能会导致发热 良性前列腺增生 良性前列腺增生 是引起中老年男性 排尿障碍的原因中 最为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 主要表现为组织学上的 前列腺间质和腺体成分的增生 解剖学上的前列腺增大 下尿路症状为主的临床症状 以及尿动力学上的 膀胱出口梗阻 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早期无特别症状 当癌细胞生长时 前列腺体肥大 挤压尿道而引起排尿困难 这些癌细胞可随着血液 扩散到身体其他部分 一般病程呈缓慢进展 晚期可引起膀胱颈口梗阻 和远处转移等症状 不过目前 引起前列腺癌的危险尚未明确 但其中一些已经被确认 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是遗传 都说针对疾病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有过早的保护意识 面对前列腺疾病意识如此 不然等到中老年时 绝不会轻松 就算已经出现前列腺疾病 也不要太过担心 只要及时补救 慢慢养护 就能得到最大的恢复 总而言之 在生活中男性 应该多吃以上 介绍到的几款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当中 含有的营养元素 都能够很好地帮助男性 去自我调节体内的激素 由此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当然也能够维护前列腺的健康 除此之外 在生活中 大家还应该坚持养成 病期体检的习惯 同时辅助加强体育运动 由此以来才能够更好的 去维护身体的健康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